过几月之前,我从香港飞来英国 发觉两地疫情的情况分别很大 大家同一天空下,应该说英国这边 以确诊人数来计算,应该差很多 大家的心态很不同 香港那边仍然是比较草木皆兵一些 英国这边基本上都没有人来的了 其实我刚刚来的时候,英国这边刚刚有一波新的疫情 到现在就降了一点 但是整个过程里面,大家都好像没有当疫情的一回事 应当上班就上班,上学就上学 一个星期,他们开始放假 到处都是人去旅行、去度假 机场、工佬都迫满了人 就已经没有人当疫情存在 没有人当疫情存在,他就不存在了 我之前也讨论过,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呢 其实就不单纯是一个医学问题 医学方面只是佔一个很少的比例 很多时候都是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就决定疫情什么时候结束的 好像2009年,世卫都曾经宣布过 这个株流感全球大爆发 但是2010年之后,他就宣布 疫情已经到了后全球爆发的时代 为什么原因呢? 他给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株流感 都已经好像平时流感一样 已经跟着季节性的上落了 那就不是说真的纯粹大爆发了 他就说这个株流感已经有季节性 就不是说没有案子 一样有很多案子 不过他就说可能冬天就厉害 夏天没那么厉害 跟普通流感那样 他就已经宣布全球疫情应该就过去了 另一个例子就是HIV或者Ace 或者外肢病 现在仍然是有很多这些案子 这个病当初全球都有,周围也是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担忧 但是之后医学的进步,药物的改进 令到这个病没有办法医好 但是他可以将死亡 令到人染上重病,入院的机会 就减到很低 基本上用着药的话 很多人都可以正常地生活 当然真的能够达到我刚才说的目的 所以外肢病得到控制得到医治 大部分都是在先进国家 我们一些所谓Global South的国家 即是一些我们以前叫第三世界国家 或者经常是比较穷 或者政治经济上是不稳定的国家 HIV和Ace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人感染 去非洲旅行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项目 就是去贫民窟参观 这个国家是一个很干旱的国家 一些人住在沙漠 沙地的地方 坐在一些铁皮屋上 用水 贫民窟中间有一个 按制泵上来的水龙头 拿水去生活 正午可以去到四、五十度 但是到了夜晚、凌晨的时候 温度可以只剩下几度 我去探访一家人 一个寡妇 有三个十岁、八岁的女儿 她妈妈都是有HIV的 毒力就要在那里 照顾三个很小的小孩 我们临走的时候 都忍不住 都失了一些钱给她 基本上先进国家 都当HIV 这件事 就已经是一个可控的地步 就很少人 就给很多的关注给她 一种病 它引起一个全球的影响 大家当不当它结束了呢 其实就很看观点角度 你的处境 医学那方面 其实就是 只是一小部分 你身处不同的地方 你那个先后次序 其实就可以上落得很大 比如当乌克兰那样计算 那乌克兰 其实你说是否没有疫情 我相信一定不是 不过就说 在乌克兰就说 迫在眉睫的就是 战争的威胁 多少人真的会将 the attention 摆在COVID那里呢 你有没有见过 乌克兰司机 戴口罩 我真的没有见过 又例如就是说 比如在肯瓦 COVID發生的时候 其实同一时间 它在发生的疫情 就包括肺炉 包括伊波拉病毒 包括霍乱 COVID只是另外一种的疫情 当地又说不出最危险的威胁 因此大家真的不要期望 有一天某个人出来 就告诉大家 疫情因为已经数目低到 这个数字底下了 所以by definition 定义上疫情就过去 就一定不会是这样的了 那这个通常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即是在能够有共识的社会 就是大家心里面觉得 这件事究竟影响大家 如果那一刻影响大家 已经不太大 大家有了其他要关心的事情 那样东西就结束了 不过怎么计算都好 疫情结不结束呢 多多少少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 决定因素在大家的内心里面 那好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最近有个问题 因为我新屋入货 所以出片的时间就有点奇怪 大家多多包含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订阅 点赞 订阅 订阅 点赞 订阅 订阅 点赞 订阅